又到了我们迷你抢先看时刻 让我们看看这次迷你世界又要更新什么呢 让我们先看看下面的动画 大家都怎么了 我现在马上请医生来给大家看病 伙伴们 医生来了 大家都好了 这应该是一个萨满基斯的皮肤 但是让我惊讶的是 这个皮肤好像有给野人助手们回复生命的能力 那就有点逆甜了 咱们都知道野人猎手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生命的续航问题 总是动不动就受伤 医疗箱的成本虽然不高 但也架不住受伤的多 要是有了这个皮肤 我们就是移动了医疗箱 好了 让我们看看这个皮肤的背景故事 弥拉星球的丛林深处 动物们发现了一名颜色难迎 善良的动物们决定把他收养下来 取名乌塔 转眼间 乌塔长大了 丛林的生灵也成为了他最亲近的家人 一天乌塔为了救一只落水的小兔子 掉入村级的河流 幸好被一位路过的老爷爷解救 老爷爷念与他投缘 传授给他巫术 并且赠予他名为黑豆的小娃娃 每年树叶长出新叶的时候 老爷爷就会回来看望乌塔 聪明的乌塔也展现出了对巫术一律常人的天赋 乌塔与老爷爷约定 一定要成为最强的巫师 乌塔12岁那年 老爷爷没有回来 乌塔和黑豆决定去外面的世界游历 并寻找老爷爷的下落 乌塔的巫术进步神速 每年的春天他们都会回来 15岁那年 乌塔遇见了用不足小孩 研制黑巫术的巫师 乌塔打败了黑巫师 但是也受到了诅咒 乌塔的容颜将永远停留在15岁 而且每晚的12点 还要遭受重世之苦 每个疼痛的夜晚 乌塔都会望着黑豆 笑着拍拍他的头说 青春有助都要付出得代价了 这就是新皮肤乌塔的背景故事 大家喜欢吗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个关注啊